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我们持续来关心817爆灾区的重建工作 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市府在强制执行石化管线的解管工程之后呢 稳固民宅的安全的钢板装的工程也已经全数完工了 这对后续的重建工程进度将会大有帮助 而为了让外界更了解最新的重建进度 市府除了定期召开重建会议 也会持续公布最新的重建日志 在水利局 环保局以及劳工局代表的共同监督 灾区酿货的石化管线终于得以切除 但后续灾区的复原状况 市民的高度关心依旧藏不住 对此事让陈菊出面强调 不只切除后的石化管线永不回填 灾区钢板装的布设也已经全数完成 下大营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钢板装全部都订好了 那这样的话它的这种稳定性跟它的安全性增加很高 市民朋友在这个过程最在乎就是说那三条石化管线 石化管线昨天大概都已经进行切除了 它不可能再回填 以灾区附近居民的安全为出发点 市长陈菊表示 钢板装工程全数完工后 可以为灾区带来更高的安全与稳定 此外为了灾区民众的生活便利 市府也积极协调抢修 除了石化管线外的所有生活管线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管线 现在埋在地下有很多很多 有些是民生的管线 我们当然这个都跟市民生活有关 要恢复 不过有关石化管线的退会 这个我们就没有同意 附建的工作 我们大概一个礼拜 开三次或第三个都开会 然后再追踪每一个进度 另外市长也表示 重建进度持续进行外 市政府也将透过每周三次的 重建工作会议 实际了解灾区状况 以另一位灾区状况 做最全面的努力与协助 港的市民房子监署富天采访报道 已经连续许久 笼罩在大家心目中的气泡阴霾 现在因为有了新生命的诞生 也为重建区注入了喜悦 市长陈菊今天就前往 位在钱津区的妇产科医院 探望八一石化气泡事件后 诞生的新生儿 而看到这名乳名为 小苏达的男婴睡得正香甜 市长陈菊也满怀喜悦之外 更期盼能够带给灾区 新的希望和鼓励 新手妈妈头戴毛帽 手里抱着刚出生的小男婴 这对母子外表看起来 与一般人没有两样 但其实他们的身份很特殊 是这次石化气泡案 居住在前镇区竹溪里的寿宰虎 回想起气泡发生那晚的情景 新手妈妈陈姿婷情绪难掩激动 当时挺着大肚子从家里跑到屋外避难 却看到气体外泄 地面窜出火光 索性之后鲁鸣小苏达的儿子 生产过程顺利 今天市长陈菊给予探望时 依旧睡得香甜 没有受到气泡的这些影响 非常平安的生产 非常健康非常漂亮 那我觉得这种生命的喜悦 也带给我们灾区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孩子 我们就觉得高雄充满希望 在社会局长的陪伴下 市长陈菊探望灾区新生儿 也不忘送上生育津天红包 以及育儿贺礼 希望挺过灾难诞生的小生命 可以平安快乐地长大 港路新闻黄梓天许富天采访报导 前一阵子高雄因为连续降下豪大雨 造成农作物被雨水泡烂了 也严重影响到农民的产量 导致市场的菜价是不停的上涨 其中子官地区的夜菜类 泡水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市府农业局除了在第一时间 去确认灾情之外 也为子官区的损失严重的农民 争取到补助的方案 高雄八月降下豪大雨水淹成灾 造成农作物损失惨重 其中又以子官区的夜菜类 泡水腐烂最为严重 市府农业局为减轻农民的损失 并协助恢复生产 第一时间已向农委会 争取到专案补助 核定专案补助的作物项目 有芹菜 每一公顷大概有两万八千八 那夜菜类有包含不结求白菜 比如说青江菜 小白菜或是空心菜之类的 短期夜菜类 是每公顷一万九千两百元 农业局也呼吁子官区的农友 若有农作物遭到八月的豪雨损伤 请务必敢在八月二十五日之前 攜帶相关证件 在区公所提出补助申请 请农民朋友在二十五号以前 务必攜帶相关的证件 身份证明文件印章农会的存折 以及土地全署的证明文件 到我们子官区公所来申请 天降豪雨高雄大淹水 造成农作物产量大幅减少 不仅农民叫苦连天 也连带影响到市场菜价涨幅 让买菜的民众哀声连连 港度新闻张浩欣 吕宗义采访报导 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一场的体育盛事 中正杯全国中小学撞球锦标赛 今年首次进入到校园举办比赛 由全台湾各地总共有20所的国中小学校 共有320名的参赛选手 今天齐聚高雄的府营科大 为这场年度撞球盛事揭开序幕 拿起球杆瞄准开球 象征为这次年度撞球盛事揭开序幕 青年的中正杯全国中小学撞球锦标赛 有别于遗忘首次进入校园举办比赛 为的就是要走进校园寻找未来的撞球之心 我们的撞球的比赛的素质跟水准都一定要提升 像我们高雄市以前就是我们撞球王国之称的发源地 像有赵峰邦 杨清顺都是在我们高雄市所产生的 所以为了培育我们下一代就是有一个新的国所产生 所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古营科技大学 也因为有这么优良的场地 还有所有的选手的这个我们的在培训的机制之下 所以就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本身也是选手出身的撞球协会红理事长 希望透过比赛深入校园 为学校培育撞球人才 增加撞球选手的升学管道 同时也要改善撞球运动给人的观感 而首次中正杯撞球锦标赛 就选在高雄的福音科技大学 那我们在撞球方面呢 我们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撞球台 都是符合国际赛事的一个标准的撞球台 因为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共同承办这样一个活动 学校非常的荣幸在这个方面能够投入 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学生在未来的撞球方面的一个兴趣的发展 看着这些小小选手们拿起球杆在球桌上绽放光芒 主办单位也积极借此运动赛事为台湾培育更多的体育人才 而这次的比赛由全台各地共计20所国中小学校 共有320位选手报名参赛 港独新闻萧红汉吴雅婷采访报道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什么是独立书店 而在书店里面到底卖的又是什么书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前往这间隐身在高雄市闹区商业区里面的三鱼书店 一起去找答案 川流不息的大街上在两栋大楼中间开了一家三鱼书店 走进这间书店里映入眼帘的不是一般坊间常见的新书或是畅销书 而是一些非主流的书籍著作 风格独居的三鱼书店是高雄市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独立书房 独立的话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它的精神其实都不见得是一样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别于像连锁书店的想法 然后大部分它会因为店主人自己的风格或是它的喜好 然后这个店就会有不同的样貌 那这其实就是逛独立书店好玩的地方 书店怀旧的装潢设计像是大门 庭院 还有室内的桌椅等等家具都停留在台湾五六零年代 这些摆饰装点都赋予了这间外表老旧的书店新的灵魂 让你一不小心就掉进回忆的漩涡里 我喜欢老老的东西 对 因为他们就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还有保留那些很老的就像我们五零年代的那种 衣桃啊还有那个桌子啊 裁缝车啊 对 就喜欢这样子 我之前在台南念书吧 然后我比较就是受台南人的影响还蛮深远 就是喜欢东西老老的感觉的味道这样子 山鱼书店在成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高雄市民可以加入这个书店 所以我们会透过很多的讲座或者是表演 然后让高雄的读者或者是喜好阅读 或者是喜欢这样艺文空间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加入 也许多一个新的朋友进来 他会参与这里面的表演 或是之后他也可以提供他的分享他的经验 让他可以带动更多的朋友进来这个空间 山鱼书店是高雄在地的五位好朋友共同创办 他们受嘉义红亚书房的影响 决定为高雄创立一间有在地精神 而且为地方发生的独立书店 改天如果你有经过附近 不妨走进去瞧瞧 你会发现惊奇可能就在转角处 港独新闻萧红和吴雅婷采访报导 让我们面对重大灾难 攜手度过勇敢不放弃 高雄加油 德国的这个Bronka教授 他提出来的所谓摇篮到摇篮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他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所有的物质呢 他必须能够回收给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你担心 忧虑 恐惧 有过危险的性行为 让你心中有负担 你真的可以放下 这些害怕沉重得让你喘不过气 艾滋早期发现 可以透过治疗来控制 及早做艾滋筛检 面对自己就是爱自己 艾滋筛检 艾滋筛检 多一点 自备北块霸鱼带 多吃蔬食少吃肉 请用资源顾地球 坚能省水更省钱 随手关灯拔插头 请在面环心保护鼠关心灵 来不及了 前面要右转 右转要早讲 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而且要在路口前三十公尺打方向灯 像这样没打方向灯 很容易害后面的车子撞上去 开车或骑车 都一定要注意前方车的动态及灯光 并保持安全距离 不错 很懂吗 都是他教我的啦 改天来教你示范 善用方向灯 危险不上升 欢迎您继续回来关心港都新闻 中秋节的脚步无间接近了 而应景的水果文旦也即将要上市 一香香的柚子可以表达您对弱势家庭的关心 这是由呼吸勇士张首德 他所发起的爱心文旦募集活动 目标是希望发送给一百户的弱势家庭 希望社会上有爱心的朋友 能够共襄一举 靠着呼吸器才能说话的张首德 虽然身体上有病痛 但是他仍愿意付出自己的力量 想要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看到八一气暴意外之后 许多人一夕之间失去宝贵的生命 张首德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 因为活着就是幸福 他知道社会上还有很多需要被关心的弱势家庭 因此希望在中秋节前夕帮他们募集文旦 虽然只是一箱小小的文旦 却是一份大大的爱心 小天使家园的董事长 他捐十箱 然后厂商有给我回馈 那个买五箱送六箱 取治愈社会要用治愈社会 然后吃比受更有福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共享盛举 让弱势家庭可以感受我们的一份温暖的心 行动不便的张首德 今年端午节才送出了八百颗的粽子给弱势族群 他说因为自己的力量有限 但是很感谢身边有不少朋友愿意认同他 陪伴他一起行善 这次中秋节预计要送出一百箱的文旦 现在只有十几箱的认购数量 距离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他不气馁直说会继续努力 港多新闻旅综艺黄兰君采访报导 一杯精品咖啡的诞生 从原料去壳还有筛选到冲煮 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 而这一位非常优秀的烘豆师赖玉辉 他只有33岁 因为他对咖啡有着无法自拔的迷恋 也赢得了全国的烘豆冠军 成为高雄之光 市售咖啡种类品牌口味及冲调方法众多 有人把咖啡当作提神饮料 也有人把喝咖啡当作一种闲情抑制 或浪漫氛围的催化剂 但对咖啡达人赖玉辉来说 咖啡不论怎么喝本质最重要 事实上我们可以先品尝咖啡的香气的部分 如果一杯咖啡都非常好的话 它并不是远远就闻到香味 而是要靠近 把鼻子往杯子里塞 这是我们也是跟客人讲的一个方式说 把鼻子尻到杯子里去 让咖啡杯口自然的聚香气 把这个香气自然引导到我们的嗅觉 嗅球细胞让我们感受得到 闻完之后呢 再轻轻搓一口在我们的嘴巴前面 跟空气完整的接触后 再往下吞像这样 一个大男孩在13年前 与咖啡结下不解之缘 13年后赢得全国烘豆冠军 成为咖啡界的高雄之光 他就是年仅33岁在高雄拥有两家精品咖啡店的 赖玉辉 赖玉辉走入咖啡的专业领域 虽然只有13年 但对咖啡的迷恋却从小就开始了 刚开始是跟爸妈一起喝咖啡 集中咖啡开始这样 当然小时候爸妈总不允许我们喝嘛 他们长大变笨之类的 可是对于咖啡的这种味道 还是用迷恋两个字形容它 然后到了念大学的时候 我是念设计科系的 所以常熬夜啊 那个时候的咖啡是为了要来提振精神用的 那后来就直接选择到咖啡馆打工 打工完之后呢 老板说那你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有了 那就留下来在咖啡馆坐这样子 所以就从那边开始放他管理了 大概八十个人的一个咖啡馆 从那个地方开始我的烘焙的生活 赖玉辉一辈子就只迷恋咖啡这一件事情 且光凭烘豆就拿到了全国冠军 他的努力不仅让自己的咖啡事业更上一层楼 相信未来的有一天 高雄的精品咖啡也会因他的努力而飘香国际 港独新闻张浩欣 吕宗毅采访报导 市政府力推一卡通成为全民生活卡 而为了要增加合作的通路 最近可以看到一卡通公司是努力的寻找连锁便利超商 而初步呢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效 在超市外头前来消费的民众排起长长的人龙 要准备领取免费的一卡通 对于可以有机会领取免费的卡片 还可以享有加购优惠 还对民众都觉得很满意 还不错啦 希望能够多多 蛮优惠的啦 觉得还有一些相关的周边都有优惠 像全家或爱国的 算是蛮不错的 他现在就有越来越多地方可以小额消费 非常好 对啊 使用很方便啊 我都会拿这个大公车 对啊 那现在小的消费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 全家 现在只有37还没开放 就是它使用的范围很广 领取到免费一卡通的民众 对于目前一卡通票证公司提出越来越多超商与各家通路的合作 都纷纷表示会提高使用一卡通的机会 除此之外 一卡通票证公司董事长王国才也肯定超市额外搭配提供了优惠 在整个这个一卡通合作里面联手超市 而且它是高雄市的 这是第一个啦 那我们是觉得说 陈景市长一直希望把一卡通变成生活卡 那我们在在地的 在黄董事长 还有包括罗恩斯的这些支持下 那我们今天都已经完成 可以开始用一卡通的刷卡 目前一卡通积极推展小额消费市场 使得消费者可以在全家 莱尔夫 OK超商 以及大桶 大力等等消费据点使用 逐步朝全民生活卡的使用效能迈进 港网讯 黄紫杰 许富天 采访报导 继续再提供给您有关于817报的相关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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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大高雄还有哪些艺文活动即将登场呢 继续是我们为您整理的港多生活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起来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气温是25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雨林嘉宇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气温是26到34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气温是27到34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气温是26到33度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澜君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않 感谢您的观看 生日 經常讓我煩惱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沾著著 希望給他最好的保護 他說現在他大了 換他給我最好的保護 媽 現在後座要系安全帶喔 我知道 他最關心的是我的安全 緊控幸福的依賴 乘車請系安全帶 人生不盡完美 隨時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給予他們多些關懷與幫助 別讓憂鬱變成病 順手蒸臨前快樂在心田 自殺防治需要你我的參與 用心聆聽伸出援手 做好一問二應三轉介 你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 0800請幫幫救救我 不能減碳新生活 鞋馬步行健保健 每週一天不開車 雪車用車助減碳 冷氣控溫不外泄 自備杯快霸雨帶 多吃蔬食少吃肉 請用資源護地球 今天能省水更省錢 隨手關燈拔插頭 請在面環心保護屬關心你 請在面環心保護屬關心你 每週一天不開車 每週一天不開車 雪車用車助減碳 冷氣控溫不外泄 自備杯快霸雨帶 多吃蔬食少吃肉 請用資源護地球 今天能省水更省錢 隨手關燈拔插頭 請在面環心保護屬關心你